所以我们很快就讲了 当我们什么叫goose anything we desire 我们想要的东西 你要prefer some to none 即是有好过没有 例如汽车 即是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goose 可以 satisfy我们的 wants 但goose有很多种分类方法 我们这一行就分 economic goose 或者free goose economic goose也叫 scarce goose 那你就分辨了 economic goose就是 we still want to have more free goose do not want to have more 但注意了 我们不想要多些 不等于我们不要 即是不等于我们想要少些 我们不想要多些 即是我们足够 所以economic goose in sufficient to satisfy all human wants 所以我们更想要多些 人们愿意给这个价钱买多些 我们不想要多些 即是它的数量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 wants 我们不等于我们想要少些 我们只是足够 满足我们的 wants 所以因为足够 所以人们愿意给钱 去买free goose 所以free goose一定是free or charge 有些remark 如果有个goose 一定是2个goose 这代表那些人愿意放些金钱 得到这只goose 即是代表我们更想要多些 但这只goose free goose一定是free or charge 一定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对它的warns 已经满足了 人们不会用金钱 来更换一些free goose 所以free goose一定是免费的 但免费的goose 不一定是free goose 代表我们可能做想要多些 可能一些goose 可能有其他原因 有人给了钱制造 可能政府提供一些东西 例如常说free education 在家里面买一些 派一些free sample 或免费报纸 虽然免费 但可能还想要多些 所以free goose一定是免费 但免费的东西 未必一定是free goose 那视乎你还想不想要多些 OK 所以free or charge 未必是free goose 可能就想要多些 或者做这些免费的goose 可能需要一些scare resources 即是放去其他东西做 所以productions 是involves coose 有production cost 不然这么长 就不要写这个 通常说 更想要多些就是free goose 就不是free goose sorry 下面就是example 也误会了free goose 就是和natural resources 是同样的 所以很多natural resources 可能都是free goose 平时普通的sun light 空气 那我们已经足够了 满足我们对它的wons 所以他们可能是free goose 想要多些 但是他们不等于 他们就是同时 他们都是一些天然资源 但是有些天然资源 我们是想要多些的 例如在泥土里面 一些黄金 重要的资源 或者地面 或者地面 那些油的 蛇的储存 我们更想要多些 虽然它是natural resources 但是我们更想要多些 它就不是free goose 所以就知道 要将两种对等了 有些natural resources 是free goose 因为我们对它 汪式已满足 但是有些多数的天然资源 其实我们更想要多些 所以他们就不是free goose 下面有些work example 和MC 看看 例如在港铁的车站 有些job vacancy的publication 招聘的报纸 报刊 是免费派的 那是不是free goose 那当然不是 为什么不是 最简单就是 we still want to have more 有些人是想要多些的 另外我们需要些scare resources 去泡汪水的 有些authority use 或者有个course 去produce 这些报刊 这些报刊 或者它的数量 是insufficient to satisfy all our human wants 那么多点 其实第一点最简单 留意一下 不是说course 而是productive course 下面有些MC 麻烦你做完 下面的video 就跟你对了